新冠肺炎造成人心惶惶 之前有媒体报导过 在香港发现家犬验出冠状病毒弱阳性 对此高桥动物医院院长殷洪源则表示 目前科学家尚未证实是否会影响宠物 或是经由宠物来进行传播 不是每个冠状病毒都会影响到人或动物 呼吁民众要多加了解 而且不要因此而恐慌而造成弃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来势汹汹 之前有媒体报导 香港发现有家犬验出冠状病毒弱阳性 造成民众担心冠状病毒 是否会有传染四族的疑虑 高桥动物医院院长殷洪源指出 冠状病毒是个大家族 根据血清型的不同 会在不同的动物身上产生不同的症状及疾病 但不是每个冠状病毒都会影响到人或动物 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会在宠物与四族间传染 冠状病毒它本身是一个大家族 其实在自然界里面 本来就存在一些冠状病毒 它是会感染给狗猫的 我们所谓的新型冠状病毒 会造成人类肺炎的这个病毒 因为它才出现没有几个月 所以其实在研究报告里面 真的还没有办法确定 它到底会不会人跟动物之间的互相感染 但是我们在照顾宠物身上 我们还是尽可能的不要太多亲密的接触 或者是当主人有一些咳嗽感冒的症状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的避开这些跟宠物相处的时间 所以如果要对你的宠物 宠物们做一些疫苗的注射的话 只要按时的施打狗猫的疫苗 就可以预防它们本来就存在的这些冠状病毒的感染 狗的冠状病毒感染都会造成下力 消化到症状 发生在幼犬或是虚弱犬只 容易有生命危险 猫的冠状病毒会经由粪口感染 或是共用物品传播 造成传染性附魔炎 死亡率高 而目前狗猫都有疫苗可以预防 建议四祖不要恐慌 以及有弃氧行为 平常也可利用75%酒精与稀释的漂白水 作为环境的清洁消毒使用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